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Teddy 歡迎回到我的Master系列教學影片 今天的內容是要講 要介紹這個功能 就是LFO裡面的 Performer還有Stepper 這兩個 我超愛用這兩個功能 真的 首先先講Performer Performer是這樣 它有兩排不同的curve 兩排不同的曲線 而這個曲線呢 是你可以自己去畫的 要怎麼畫呢 在這邊有一個按鈕叫做Load Curve 那你按下它呢 你們看到這邊有一個很多 這邊有一個大框框 裡面有16個小框框 Curve Select 意思是說它裡面有16種的curve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比如說我要這個曲線 那我就點選它 然後我可以在這邊畫 你滑鼠點著就可以一直畫 那你畫的位置高低呢 就是自己去決定 比如說我也可以這邊低 這邊高 這邊再低 就隨便你 這個畫 畫這個東西不會太難 就是花一點時間去練習就好了 好 再來 我剛剛呢 在錄影片之前 我已經提前把Performer呢 拿去影響誰 拿去影響Pitch 在這裡 那它的運作方式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我按MIDI鍵盤 我按MIDI鍵盤 對不對 它的聲音就會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一路往上 那我剛剛講 它這邊有兩排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Fader 這個Fader的名字叫做 XFader的Sequencer 它可以調整 就是上面這一排 曲線 還有下面這一排曲線的比例喔 你要用上面這一排的曲線 去調變 Massive裡面其他參數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上 你就把這個 XFaderSequencer把它調到最上面 如果說你要用下面這一排的曲線 去Modulate其他的參數 那就把它往下跳 好 補充Modulate這個單字 是調變的意思 意思就是去拿這個 拿這個曲線去影響其他的參數 Modulate這個單字一定要背 但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存在 在Performer裡面呢 如果說我現在用下面這一排 我們剛剛上面這一排曲線 是讓聲音讓Pitch一路往上升嗎 那照理說 照理說 如果說我把這個 XFaderSequencer往下調的話 照理講他的聲音 會是從比較高的Pitch 往比較低的Pitch去走 那可是我這個時候 我按MIDI鍵盤 怎麼沒有變 是不是這個Massive壞掉了還是怎樣 其實不是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XFaderSequencer的下面 它這邊有一些格子 這個格子是什麼東西 你要去點它喔 比如說像第一個格子 它有亮 就代表說 你要告訴Massive說 這一格就是第一格 你要用下面的這個曲線 那 如果說我再按第二個 比如說我這邊全部都 我這邊前面八格 不要八格 不要那麼長 比如說我這邊前兩格 我把它的燈把它打開 但是第三個跟第四個後面的 我就不打開了 代表說 前面的第一個格子跟第二個格子 我要用下面這一排的曲線 那後面的就是回復到上一排 我們先看 按按看MIDI鍵盤 再一次喔 下 下 上 上 所以 如果說你要用下面這一排的curve的話 記得下面的燈要去點開了 你要下面的燈要點開才算數 不要說 只把X-Fade sequence把它往下調 就以為這樣子就有用了 上面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是決定說 當你使用Performer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調這個三角形喔 這個三角形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去決定當你按下MIDI鍵盤的那一剎那呢 這個Performer它會從哪個格子開始跑 比如說我先把它按 我把它設定在3 那我按下MIDI鍵盤它就會從3這邊開始跑 好這個是這個三角形的意思 你可以自己去拖 好下面 這個地方是 amplify modulation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 它可以調整 呃 Performer影響其他參數的力道 好現在是有 現在是有影響的喔 現在Performer對其他的參數就是pitch 是有影響的 那當我把這個amplify mode把它調高的話 並且我把下面的燈打開 比如說我第一個打開 第二個燈打開 第二個燈打開 第二個燈不打開 第三個燈打開 就是一三五七這樣子 等一下 等一下 更正 amplify mode 這根推桿呢 如果說把它拉到最下面 就代表 然後下面的燈也有亮的話 就代表說 當 代表說這個格子喔 它沒有作用 聽聽看 對不對 這個聲音就是原本的聲音嘛 就是oscelator原本的聲音 可是第二個格子呢 我這個燈沒有亮 這個燈沒有亮 所以 這個curve對於pitch是有影響的 有影響 沒影響 沒影響 有影響 所以這個 fader呢 它是決定了 performance 影響其他參數的力道 然後下面的燈也要記得打開 rate 就是快慢 影響的快慢 這個 這邊的數值就跟LFO一樣 那我就不會 我就不額外補充了 它也可以sync 就是跟你 你的編曲軟體的bpm同步喔 那也可以去調整比例 還有post這個按鈕 其他的參數應該差不多 喔對了 你還可以去使用它的preset 這邊preset自己去聽 那我就不會額外多說了 再來是 這邊有一個功能它叫做random random這邊旁邊有個格子 你去按它 它就會隨機跑出不同的curve 那至於random的細節呢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你要去點它 它就會問你說 你要怎麼random 怎麼樣讓這些曲線隨機化 比如說randomize upper levels 那只會 它就只會random這一塊 就是上面這邊 上面這一排 就說lower levels curves performance 還是說randomize all 就所有的東西全 不管是 上面這一排也好 下面這一排也好 什麼東西所有的參數 它都會跟動 好這個就是performance 下一個是stepper 那我一樣 是拿stepper 去影響pitch 它會怎麼樣呢 比如說 我這邊有很多preset 可以去載入喔 比如說我喜歡的是ascending 它就一路一路往上升 那這個時候我可以按下midi鍵盤 就很像有人在幫你彈琴喔 那現在速度太快了 那我把速度調慢一點點 它的聲音就一路一路往上升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一條一條的 代表是stepper 它影響其他參數的力道 你越往上 它影響的力道就越大 它在 比如說像這1 2 3 這三格呢 他們三格的stepper的參數 都在下面 代表說這三格 對於其他參數 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對不對 這邊是沒有影響的 直到第四個才有影響 好像這邊 它有一個 也有一個三角形 也可以把它拉過來 比如說我把它拉到4 代表說我按下midi鍵盤的瞬間呢 stepper就從第四格開始跑 快一點 好的 那它這邊一樣也有一個參數 叫做random 可以自己去調 還蠻有趣的 好 再來要講的是這兩排 這兩排的參數是什麼呢 這個叫glide glide的意思是滑音 我先回到 呃 new sound 那我一樣 我再拿 stepper去影響pitch 這邊調到stepper 好的 然後把它 用人工的方法 去調聲 好 拉回來 好 glide mode是滑音喔 那 除了你要動這個fader之外 下面的燈也要打開 要把下面的燈打開 它才會有glide的滑音的效果 對不對 還有它是 呃一格一格這樣子 它的音階是這樣一格一格這樣滑上去的 glide mode這個參數它的 預設只是在中間 那如果說你把它往上調的話 代表說 它glide的滑音的力道就越大 弄到最小就是沒有 記得下面的燈要打開喔 那amplify mode也是 也是去調整stepper 去modulate其他參數的力道 它這個功能就跟performer是一樣的 那我就不說明了 好以上就是performer還有stepper 我可以看你 對 對 你 對 你 你 你 對 你